它已经算是状态不错的了 每一次的钱包都是爆开的那种 还有最重要的 化妆包 我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 哈喽EL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盛希 现在我来分享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大了 好大一包 首先手机 IG很常用 跟FB微博 然后Netflix 无法抗拒她 然后再延伸出 喜欢的化妆 响铃 女生的用品 香水 铺手霜 我也会带一些些饰品出门 这个是我的名字的S 接下来就是外套 很多地方都有冷气所以外套是必须 然后我的钱包 我喜欢简单一点 但是有一点设计感 这样 它已经算是状态不错的了 每一次的钱包都是爆开的那种 还在整理中 面纸 可以卖面纸 还有更多 然后我的耳机 也是特别订做的上面有我的名字 平时听的耳机 然后再准备一部耳机 这个是工作用 然后这个是平时听音乐用 那这个是预备 我如果没有带这个的时候 还有它这样 还有一些笔 还有 我的 小本本 需要一点这种味道 会想东西更有感觉 这个是我的口罩 Very She 好多 好多东西喔 还有最重要的 化妆包 我是一个专业的 化妆师 就是这个是 铺粉的 然后这个是 这里腮红 然后一些眼影的 刷子 遮瑕膏 上眼皮贴 然后我也想要分享这个 我的朋友化妆师做的 美妆蛋 很好用 然后我刚刚突然发现 我刚刚说 我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 结果我的化妆师还在这里 好 女生必需品 然后因为里面 我有塞很多东西 有点作弊 但是因为这里面有 视频啊 什么护手霜 耳机 避袋 钱包 避袋 所以你用在手机 欸对耶 就是 已经准备好 我不管 大家传讯息 我就出门了 这样子 好我觉得换一下好了 还是可以用那个吗 对Apple Pay 所以换 以上是我包包里面的东西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请在下面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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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